現在面對政府的這樣的回應 因此反不貿學生宣布要擴大抗爭 號召民眾包圍國民黨的全國各地方黨部 國民黨的高雄市黨部 從昨天晚上開始 陸續有不少的學生聚集靜坐抗議 而在台中市不只是在國民黨部前 市民廣場也有學生加入靜坐的行列 不過在台北的國民黨中央 今天上午大概只有20個人參與靜坐行動 快回不貿 衝起談判 衝起談判 坐在地上喊口號 立法院議場內的反古貌學生宣布擴大抗爭 包圍各地黨部 高雄市的年輕人 從21號晚上就開始響應 在國民黨高雄市黨部前靜坐 我們要聲援台北 那我們今天在這裡 我們晚上也不幹什麼 我們就靜坐 安靜的表達我們大家的訴求 對台灣人不公平 不等到天亮 高雄學生就已經等不及陸續聚集 畫海報標語聲援 國民黨高雄市黨部也放下鐵門 學生全員撤離 另一頭台中市黨部同樣也聚集抗議民眾 阿公阿嬤也被年輕人感動力挺支持 吃老子也要聽年輕人的聲音 年輕人一直在為我們做 很感動 抗爭活動遍地開花 不只是黨部台中市民廣場 也有學生自拔靜坐 因為考試快到了 很多學生還一邊靜坐 一邊低頭猛K書 我也可以來這裡親身參與公民行動 可是我還是在讀書 中南部熱情響應 不過北台灣卻是另一種情況 把英九站出來 把英九站出來 趕快探望學生 趕快探望學生 同樣喊著反覆冒口號 在台北市國民黨中央黨部前 卻只有20個人左右 中立也只有不到10個人 場面冷冷清清 讓反覆冒擴大抗爭 第一天上午各地呈現不同的情況 永電TV綜合報導